2.0.5.23. 怎么啦 林超 我还不想死 我刚目睁世界末日了 有好多怪兽来抓我们 一扣一个人为杠工区 奥特曼 曾武科 超人 都来救我们 可你还是被抓走了 我想找人帮忙 可是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离我最近的那个奥特曼 叫什么 我 我只认识底尖啊 后来我也被 那个怪兽误见了 他也要来抓我 世界会不会末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现在 只剩下三个小时了 再不睡 你明早就会困死 你怎么说你还用心情睡觉 难道你就没有 想做却还没做的事吗 你都没有遗憾吗 没有 如果非说我现在想做 却还没有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想睡个好觉 晚安 不许挂 好 那你听我说 世界不会末日啊 这只能说是地球进入了 一个新的太阳季 而且据说是因为 玛雅人对日期的计算方式 和我们不一样 如果以玛雅人的计算方式 十二月二十一号 刚好是一个大循环的开始 并不是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我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吧 这小孩还疼吗 喂 小兔 我没想到 便是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就走 我看我 好 我没有想到 这小孩还据我 我没想到 我一心 那你叹什么气啊 这个年级没有凌超 我要这虚名有何用 凌超有这么重要吗 小学五年级奥数竞赛 凌超第一我第二 初一英语比赛 凌超第一我第二 全市作文大赛 初中组凌超第一我第二 英子涵 你这么记仇啊 你也不用难过 我觉得凌超也没那么厉害 他就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考试机器 说不定 他体育还没你厉害呢 他初中的时候 参加篮球赛拿过MVP 我觉得名次荣誉这些 都是身外之物 你已经很优秀了 干嘛非得各种超过 这是我的梦想 已经刻进我的脱氧和糖和酸了 什么糖什么酸 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还不如多做几道题 高一的孩子呀玩心都大 慢慢地自己就懂事了 学生的成绩有好有坏 这不很正常吗 再说了 每年不都有一些后进生 一到高三就冲辞逆袭的事吗 我看这俩女孩伶俐得很 要真用功起来 不会比谁差的 不过就目前状况来说 确实应该给他们俩 换个位置 是吧 来吧 捐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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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不要离开我 山无棱天地和 乃甘亦军旗 你们俩 别恶心了 动作快点 不要索了交通快快快 学老师 你真的热心拆散我了吗 你也知道 我这张嘴跟谁做了都能聊 何必为了我 打乱整个班的大局呢 先搬了再说 快点 我知道 红酒要喝的时候 是有个醒酒过程吧 QQ的行也是 你看啊 明明不是一个画风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在一个画面 黏在一起 口感肯定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一颗 一颗给摘下来 关键的一点来了 我们要给它 适当地按摩一下 让它有时间发酵 最后 在哪儿啊 对不起啊 可惜了 小玉琳 你怎么突然改造啊 笨蛋 没看到有人跟踪我们 我哪有什么值得被跟踪啊 是他 这是送我回家的意思吗 你放心吧 我看狗了是我同桌 哎呀 其实吧 跟踪我们的 也不一定是坏人 也有可能是关心我的人 关心你 那是转向灯 你以为有什么别的意思 那我问你 如果一个男生 学习平成真分夺秒 但是突然愿意花时间 教一个女生写题 那是不是关心的意思 那只能说明他刷题刷累了 想去你们新手村 刷一下存在感 那如果 一个女生经过篮球场 这个男生 为了不让这个女生受伤 放弃了三分球的机会 那是不是关心的意思 听你这么说啊 这个男生的球品 还真不怎么样 而且这种时候 我劝你最好不要横传篮球场 会打扰别人打球 那再如果 一个只在乎自己的男生 突然有一天 关心这个女生 上课睡着会不会冷 他的朋友客后 有没有时间叫他写作业 那就是关心的意思吧 你又上课睡觉了 你信不信我和干妈说 凌超 你是不是看不得有人 关心我啊 好吧 你说的这些 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确实有可能 但如果这个女生是你 我觉得这个男生 可能有别的意思 现在是寒假第一天 世界上最快乐的时间 你别逼我打你啊 喂 那是我的车 你哪儿是走错啊 你哪儿在那边 你哪儿在那边 你睡 食堂这么多人 乍一看 哪儿看得出男主 哎呀 你赶紧走 你别连累我了 快 qualcosa 你能走 啊 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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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这是谁 出来 嗯 你是童主怎么了 自曝啊 这是 你知道吗 丁仲我看了一上午 没完没了 估计 他肯定受了什么刺激 这校长也真是的 让人先把饭吃了 那是最辛苦的 放心吧 给我了看 没有一路 等火腿就逃出食堂 正比数列中的某一项呢 可以为0 前三项依次为六 十八 不是让你先回去吗 我忘带钥匙了 爸妈不是这两天 都加班吗 回去也没地方去 我保证安安静静 绝对不打扰你们 随便的 小兔 我怎么哪儿都有你 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 凌超 人家有几道数学题不会 可以请你教教我吗 跟屁冲 你拿的是英语题词 凌超 我做好了 你帮我看一下 这次对了 真的吗 这道题我记得两天都没解开 你一直点就会了 不愧是凌超 什么学霸 什么才女 遇到不会的题目 不还是得靠别人 那些成人都太夸张了 我也有不擅长的提醒和弱项 凌超知道的 对吧 你做了那么久就做了一道题了 而且这道题选C 不选B 遇到不会的题目都选C 连这个都不知道 笨死了 团个 这道题 不是初中的支持点吗 我听说你是台阵的特招生 原来特招生的文化水平 真的不是那么好啊 好啊 之前病人说我还不相信呢 短时间内没时间了 他报名参加了竞赛 放学后还得培训 是吧 学 低 竞赛呀 好啊 学霸呀 以后我们家萧兔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还得跟人多请教 嗯 我跟萧兔是同桌 应该的 这在学校就不要麻烦同学了 这在学校就不要麻烦同学了 家里 这不是有个县城的吗 就是呀 啊 林超 听见没 你超超学习多好呀 是吧 那辅导一个小兔 那玩好了说 那是绰绰有余啊 只白说一点 那就浪费人才 妈 你们聊天又聊天 干完费你带上我 你坐下 你坐下 我让你们聊天 怎么干呢 来 林超 你去 你看 他知道在哪 这男子恨啊 就得多干点活 是啊 文慧啊 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你看你家超超 那么懂事 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你看还会做家务呢 现在像超超 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可真是不多见了呀 阿姨 您做这么多菜太辛苦了 一会儿就让我来洗碗收拾 您老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客人洗碗呢 叔叔阿姨 你们就不用客气 不用了 那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不用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我也是很会做家务的 我 那边是厕所 好 小尹呢 累坏了吧 快快快 坐下看电视 看什么看 你都不看几点钟啊 让人家孩子赶紧回家吧 现在很晚吗 不然人家父母该担心了 还要写作业呢 就是 您收拾收拾啊 那也好 也好 反正以后有时间呢 就经常来 那个 小兔 送送同学啊 那个 林超啊 你也去 快 快 你和兔兔一起啊 好 这个 那 叔叔阿姨多谢款待 下次再见 别客气 慢走啊 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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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祝你再见啊 好 慢走 慢走 其实小薛挺好的 就是眼光有点问题 说他怎么就看上 这个灭绝失态了呢 恋爱这么难懂的东西 我们怎么看得清楚 也是 一个连喝水都能烫到嘴的 做什么也不奇怪了 我觉得小薛挺好的 高中三年还好有他 他没那么无聊 其实也是呢 你们分班的事儿都想好了吗 都打算继续留在小薛班上 读文了 我没什么好纠结的 我的成绩您帮我决定了 我也选文 到时候还能帮文静哥哥 写个歌词 写个书什么的 你们都选文啊 贾思文你个选礼吧 你猜错了 他选文 为什么呀 你各科成绩都很好 那选礼应该更加优势 因为他喜欢地理 看来就只有我选礼的呀 小兔 我听说林超是跳级到高二的 那他是怎么选的文理啊 我又没跳级 我怎么知道 他不是历史也挺好的吗 为什么 没有考虑选文呢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活的虫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就不好齐了 你就不好齐了 我又不是他粉丝 我好奇这个看吗 你就 你不好齐 这不知在知在啊 我知在